1月13 全国的公民 用你的政党票 支持司法改革党 进入立法院 抓出充当政客打手的司法官员 还给台湾司法公平正义 两分钟搞懂台湾司法的腐败 二 小英脏手 施暴张进 只因替彭文正辩护 惨遭搜索 恶者一 不经传唤非法居提 法官发现没有写的是非法 我本来是写张是居提违法 结果法官发现 船道都违法 恶者二 非法逮捕 你没有经过传唤 就不能逮捕 恶者三 非法居留5小时 把我关在居留室里面 一关关5个小时 在干嘛 整我 监察院承认这是政治打压 检方居提程序严重瑕疵 律师张静无保释回 但小英脏手不停 继续找查 总统蔡英文论门案 牵扯出案外案 2022年11月30日 开庭的时候 梅田邦正伟论律师张静 在法庭上拍桌痛骂法官 张勇慧是混蛋 如果蔡英文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有论文 结果张勇慧说他有论文 那张勇慧是一个混蛋 论文不是用法院的判决书 可以创造出来的 都是他侮辱我 侮辱我们法律人的智商 按照常理 法官被骂混蛋 绝对是可受公平之事 虽然皇国中移送张静 张勇会提告张静 但林邦良不愿魅住良心 好帅追杀 结果却因此而下台 主任检察官陈洪达公开吐槽 林邦良惨遭政治黑手 绿营御用的升级版打手 郑明谦一上台 伸手不凡 追杀高洪安 张静等人向闪邀功 这样的司法 你还要继续忍受吗 2024 1月13 全国的公民 千万会记着 用你的政党票 支持司法改革党 进入立法院 抓出充当政客打手的 司法官员 还给台湾司法公平正义